这里是渭云大韩区八区的林家小院,欢迎大家和我一起种菜。 今天的视频是今晚突然想到的,明天打算直播各种瓜和豆, 想着今晚先把种子在水里浸泡一下。 因为要种的每种数量不多,但是种类比较多, 就在家里想找一个方便的容器来浸种。 刚好看到厨房里有一个用完的18颗鸡蛋的盒子, 就用它来浸种,就再方便不过了。 首先把准备好的种子分别放在鸡蛋和不同的隔间里面, 在小隔间上方的盒盖子上标记出种子的名字。 重点几时 credit 种子都放好标记好以后要加水进种 鸡蛋盒子隔间之间有小凹槽 加水的时候水面不要超过这个凹槽的高度 以防止种子跑到别的小隔间里面 现在给每一个小隔间加水 加水之后用筷子把种子搅动一下 使水和种子能够充分接触 对于大部分的种子净种的时间控制在12-24个小时 不需要太长时间 明天早上就可以把这些肘子直接拨在后院的菜地里了 明天早上就可以把这些肘子直接拨在后院的菜地里了 进种的目的是使种子较快的吸水达到能正常发芽的含水量 干燥的种子含水率通常在15%以下 处于休眠状态 种子吸水量达到它自身重量40%的时候才能正常发芽 要是种子萌发首先必须给它吸足水分 鸡蛋盒子进种的方法很方便 很实用 下次需要进种的时候您也可以试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林家小院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种菜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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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